慈濟青少年籃球家族聯誼會 簡稱為慈藍聯誼會成立20週年了 今天早上在慈濟關渡園區超過500位的 慈藍孩子家長 志工以及教練 相聚一堂 歡慶生日 浩浩蕩蕩跨過20年 全台慈藍家族歡喜相聚 慶祝20歲生智 以求慧勇 節善緣 菩提宗子 繞全球 祝福我們慈藍能夠 遍地開發 早日快過濁水溪 好 感謝大家 千萬不能想像自己的力量 倒下竹筒 積小錢行大善 慈藍青年遠聞遠聞物 現場紛紛捐出一年來累積的善款 匯聚點滴愛心 那一段期間為了小孩子能夠 孩子的成長 家長一路相伴 八年前黃爸爸夫妻倆 在心力交瘋情況下 帶著過動症的兒子 踏入慈藍大門找回重生 教練張公宏更看著慈藍一路茁壯 今年九月 父親的往生 也讓他當眾忏悔 鼓勵行孝 那我抱著的心態是家裡兄弟姐妹多 我不回去 每個禮拜天弟弟妹妹啊 他們都會回去 所以 一直覺得行孝這件事情沒有做好 從頭到尾 所有活動都會在這 那一直到現在 他已經高餐了啦 那整個活動 雖然現在不是說頂尖的一個年輕人 但是至少他懂得照顧事情 真的就是上人所講的 把握當下橫池沙納 二十年來看到的各區 很多的師兄師姐 他們的愛心的投入 真的是無量一生 一生無量 好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 一年來的竹筒善款 通通捐作人文基金 大一台總監親自收下 期待慈藍愛心 隨著科技遍地開花 大一新聞消息 解決原集 台北報導